现在县乡中学还是缺乏优质的教师资源 教师的待遇不高 学历也很难提高 我们今年要下决心加大对县乡教师培训 让他们能够在职便利地提高学历 支撑平定要采取优惠请学的政策 对于在城市的农民工资地 只要拿到居住证的 一定要让他有受教育的机会 我们绝不能因为孩子家境区域不同 输在起跑线上 机会公平 教育公平是最大的